OK Miss, 这边我会弄一个视频给你看 我讲我的System的做法 你看看你的OBOK 然后你有什么ID还是有什么想法的话你给我知道 我就尽量配合你咯 所以首先我会在这个Shopping Guide这边 我们的做法啦,Shopping Guide这边一定会先开一个User 比如讲我这个User还是June 然后这个先关掉它 它就会有一个是叫做June的 OK, 当我要加Member的时候, 我可以在Front End这边 Front End这个位置 我点击Member 因为现在是没有的吗 我现在有一个, 没关系 我点Clear OK, 我新增一个 这边, 我就Expertive不用 Cart Number我写2 Full Number 有用了3 Full Number 3 OK, 没关系 这个不用 User Guide OK, 所以这边呢 这个guide就是Shopping Guide 它是按着哪一个人带来的 有选择咯 那个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是个Customer名字 我就写Customer A Buff Day也全部不用啦 好了, 我就按OK So, 我就Collect了这个Member了的 看到吗 So,Collect了这个Member过后 OK 比如这样讲 这个比如讲 我先这样讲啦 OK, 这个User Guide 他带一个顾客来 然后 他带一个顾客买东西 可是这个顾客 他没有register一个Member 他只是怪小黑罢了 So, 这边呢 你就给要钱过后 OK, 你可以在这个report 里面有个EE Performance 这个位置可以看得到 这个Shopping Guide 他帮你做84块的Sews OK 这是第一种 这样还有第二种的 第二种就是这个Customer 他做了Member 就是刚才我们的Member 3 我们Member 3 他做了一个Member 这样他做Member的时候 他一定会TopUp钱的嘛 好像Star吧 这样子 他就比如讲 他Top一个50块 我就按Charge 这边多一个50块 OK So, 这边我就选择 他是哪一个 他是Under哪一个 Shopping Guide的 然后我就按Recharge OK 他到了50块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他这边 因为他TopUp的嘛 他这个位置就有个50块 所以你算Commission有两种算法 一个就是你算他的Product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啊 这个就是因为他TopUp的时候 还有Commission了嘛 这个是他50块 他的CustomerTopUp的钱 这个就是他Total 的耳帽 你可以看当天 today 这个就是当天耳帽 这样你要怎样去算他Commission 这个就你可以去决定啦 但是你可以在这边 看得到他的所有 所有的一些Report 这样子咯 这样Customer 如果他Top了钱过后呢 比如讲我要消费的话 OK 我按这边 选择我这个 选择他是3号嘛 选择了过后 Payment OK 我可以按这个Balance Ambalance Ambalance 他就是Pay 他的那个Credit 这样刚刚他给了一个 他到100吗 扩30吗 这样我们可以去Check回他的Account 我说这个是New Shan OK 他Balance剩下多少 你可以去看的 比如讲我们看那个 啊 他Balance剩下首次 Balance要首次 刚刚上去 哦哦对对对 因为他近50块 所以刚刚他的COS 36块 等算剩下Balance 是首次 这里可以看得到 Balance剩下多少 这样还要不要多奥咯 如果要多奥的话 你就按这个Charge 然后再继续奥 这样子咯 OK OK